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夜的她咬紧牙关 也没了不脱妆 在现场自备六台小型电风扇 一休息就猛对住脸上吹 一台没电再换下一台 秋奇闻在剧中饰演五十六十年代小蛋 身上鸽仔细服虽以较量化繁为简 但每次上戏都得穿上四季衣服外加后十腰风 十分闷热难难 她预防变黑没诀窍 全靠躲太阳 我在现场就喝很多水 没开的时候就堵屋檐下 然后不顿防晒 没了没白蒙躲太阳 却不小心祸虫口入 她无奈说 注意最近摘了她家中的九层塔 我没注意九层塔吃了容易晒黑 吃下肚之后 在外景不到半小时 在有撑伞的情况下 竟然黑了一度 她回到棚内 这好像灯光师求救 要灯光师 特别把肌肤打白一点 小说 不是耍心机哦 是要不让肤色看起来联系了 邱奇文 誓言五十 六十年代小蛋 模样十分俏皮 爱迪生传播提供邱奇文 在基隆出外景 现场没遮蔽屋 言约难耐 爱迪生传播提供邱奇文 在拍戏空档 拿住自卑店 风扇猛吹 避免流汉脱装 爱迪生传播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